中国站街女在巴黎的街头 朝陌生男人比出四欧元的手势 对方一看便心领神会地跟着她走 上楼 锁门 交钱 然后拉上窗帘 女人熟练地脱下衣服 动作流畅自如 这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 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无奈和凄凉 在上世纪90年代末 中国东北爆发了大规模的下岗潮 许多工人突然失去了工作 而女性失业的情况尤为严重 不良中介机构四处散布谣言 声称在巴黎当保姆每月能挣到2000欧元 失业的丽娜抓住了这个救命稻草 不惜借高利贷也要出国寻求财富 丽娜跟随旅行团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巴黎 然而她没有护照 趁着导游不注意 她悄悄地离开了团队 本以为前程一片光明 欧元随手可得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踏入了一个深渊 正如黑心中介所说 大街上到处贴满了招聘保姆的小广告 可当她打电话咨询时 对方听到她要求每月2000欧元的报价后 嘲笑她是否发疯了 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尽管如此 丽娜并没有放弃 她换了一家小广告继续拨打电话 然而 一次又一次被泼冷水 丽娜终于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 最终 她来到了一个华人夫妇的家中当保姆 每月只能拿到500欧元的工资 上岗第一天 丽娜还没有向现实妥协 低声下气地向女主人要求涨工资 这下丽娜终于认清了现实 每天从早忙到晚 到了半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在阴暗狭小的保姆房入睡 然而远在异国他乡 丽娜不仅被主人冷漠对待 还因为是东北人遭到蔑视 在月底发工资时 女主人只给了丽娜400欧元 理由是她打破了一个花瓶 尽管这花瓶是主人的孩子打破的 对方也把责任怪在丽娜头上 面对女主人的无故客扣和种种刁难 丽娜气愤地辞掉了工作 流落街头 因为非法身份 还得躲避巡警的追捕 那天晚上 她在一家中餐馆遇到了一个东北老乡 两个人倍感亲切 梅姐带丽娜到她合租房 房间里挤满了同样来法国打拼的女性同胞 陷入绝境的丽娜只能在这里临时安顿下来 丽娜交了一个星期的房租给房东 然而房东却叮嘱她不要带客人回来 丽娜感到有些奇怪 但并没有深思 接下来的每天 她都在努力找工作 打电话给小广告上的号码 逛遍了附近的华人店铺 但要么工资太低 要么就是没有人雇佣她 这天晚上 室友们聚在一起谈论自己接待客人的细节 大家的欢笑和丽娜的失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丽娜突然意识到室友们很可能是站街女 她带着厌恶的表情回到自己的房间 晚上睡觉前 她悄悄问梅姐 美姐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 但丽娜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虽然她脸上不动声色 但内心的重压瞬间坍塌 接下来的几天 她都不敢停歇 却发现找一份普通的工作比在国内还要困难 房租也快要到期了 在这没有收入的情况下 丽娜陷入困境 甚至连回国都成问题 她绝望地给老公打了电话 还没来得及开口 老公就质问她为什么还没有给家里积钱 甚至儿子的学费都拖欠了 听到家里的艰难情况 丽娜咽下了心中的苦水 因为她是家里所有人的希望 梅姐见她入不敷出 想劝她尽快回国 不要再留在这里陷入困境 但丽娜已经为了来到这里付出了所有 欠下了许多债务 她怎么可能轻易回去呢 很快 远在家乡的老公打来了电话 为了偿还高利贷 她竟然卖掉了家里的房子 这让丽娜心里一紧 有时为了生活 不得不低头 这天 她跟随梅姐来到大街上 目睹了梅姐带走了一个光头客人 这一切让丽娜克服了内心的障碍 终于迎来了她的第一个客人 中国女人偷偷观察着巴黎的战阶女 暗自学习她们的接客流程 很快就掌握了专用首饰 接着打扮一番走在街头 随机挑选了一位幸运 比出40欧元的首饰 对方一看这么便宜 立马跟了上去 女人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接客 凭借她优惠的价格和出色的能力 每天照顾生意的客人络绎不绝 然而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 在熟人面前谎称自己从事保姆工作 丽娜每次服务只收40欧元 生意好也不涨价 可有些刁钻的客人还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在绝对力量面前 丽娜只能被迫屈服 背后的辛酸只有她自己知道 每次和远在家乡的老公打视频时 她都是在强颜欢笑 谎称自己在巴黎过得很好 做保姆一个月可以拿到2万欧元 老公也没有怀疑过真实性 因为丽娜赚来的钱不仅帮家里还了债 还让家里蹲得她和儿子吃好穿好 为了能更方便接客 丽娜和美姐搬到了一间新的合租房 当她打开窗户时 眼前就是埃菲尔铁塔的美景 随着日子逐渐好转 丽娜的笑容也渐渐多了起来 闲暇之余 丽娜还会找美姐拍照并寄回国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丽娜逐渐习惯了站街的日子 在工作时农庄艳抹游荡街头 而与老公的视频通话中 她却一直保持素颜 虽然如今从事的工作摆不上台面 但丽娜依然憧憬着对未来的美好生活 转眼到了中国农历新年 一群中国战舰女们围在一起包饺子 暂时忘记了现实中的苦难 每个人都对未来美好的生活充满希望 红红火火的过大年 欢声笑语不断 这个夜晚 她们没有谈论工作 而是分享了彼此的家人和孩子的近况 有的孩子考上了大学 有的孩子即将结婚 唯一共同的点是 孩子都等着他们努力工作给家里寄钱 然而好景不长 一天 丽娜在与家人通话时 蒂夕提出也要来法国赚钱 因为羡慕丽娜一家买房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丽娜猝不及防 但蒂夕已经下定决心 并且来法国的手续都已经准备好了 到时候得多照着点我媳妇啊 丽娜感到无奈 难道她真的要把蒂夕拉下海吗 她并不想让蒂夕陷入战阶的生活 也不想她重蹈自己的覆辙 然而 当面对诱惑时 人们往往听不进任何劝告 蒂夕像丽娜当初一样 怀抱着月入过万的梦想来到巴黎 并与丽娜顺利会面 但满意的工作怎么可能说找到就找到 丽娜帮忙打了很多电话 依然没有找到称薪的工作 这让蒂夕感到沮丧 丽娜也想劝她回家 但蒂夕已经下定决心留在这里 眼看事情就要瞒不下去 丽娜无奈地说出了实情 你看那边街口那女的妹 干啥呢 正街呢 跟我们一样 蒂夕瞬间愣在原地 得知真相后的她 忍不住放声大哭 我跟你说丹丹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我压根都不知道你会来啊 你咋说来就来了呢 我压根没想过你会离开东北 会离开家的 真的 怎么让你跟我说明白啊 你能不能别哭了 别哭了 来 别哭了 两人大吵一场 最终又互相安慰着抱在一起 有时候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人们不得不低头 跟老万那个啥 啥感觉啊 男人不懂得得性 为了生活和家庭 蒂夕开始和丽娜一样 在街头浓妆艳抹的工作 两人面对视频中的老公时 报喜不报忧 脸上却无法挂起高兴的笑容 而家里蹲的男人们 却笑得合不拢嘴 当蒂夕第一次接完课后 却崩溃了 哭喊着要回家找老公 此时的丽娜也感到疲倦 新生回家的念头 于是 他们离开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巴黎 带着满心焦虑回到东北老家 在老公面前 丽娜大气都不敢喘 生怕蒂夕说漏嘴 如今丽娜回家 老公很是开心 因为丽娜出国已经好几年了 这段期间 由于丽娜往家里挥了不少钱 老公不仅租了店铺准备开业 还住进了楼房 如今 夫妻俩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 丽娜洗了个澡 想要洗净这些年积累的污垢和不解 晚上终于与老公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然而第二天一早 丽娜醒来却发现老公不见了 无论怎么打电话都无法联系上她 老公就像消失了一样 丽娜心中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来到店铺后 她发现老公喝得烂醉如泥地坐在地上 我媳妇老牛逼了 咋的这事 这恶心 我这几条骨就被戳爆了 那媳妇都卖到国外去了 还舔着脸跟着美的 你别他妈瞎说了 行别说了 你给我滚 滚 果然还是瞒不住 老公最终还是知道了 丽娜在巴黎的工作 而泄密的 自然就是弟媳 她过得不好也不想丽娜好过 弟弟还把大妈丽娜不是个东西 你在外面干啥事 跟我没关系 你干啥把我媳妇拉下水啊 你要不要点逼脸 你就有本事在家打老婆 看你回家你老公打你不 不打你她就不是爷们 虽然丽娜气得不行 但她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她只担心如何向老公交代 在这场争吵后 老公独自一人离家出走 为了维持家庭开销 丽娜将家里的楼房出租 搬到了姥姥姥爷的家中居住 不久后 老公打来电话 原来她在外地租了房子 独自打工 丽娜带着孩子赶到那里 见到孩子的父亲感到非常开心 但老公对丽娜仍然冷漠 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没有交代丽娜夫妇的结局 却有无数种可能 因为命运总是恶意安排 老公是否会原谅她的错误 实际上我们应该认真思考 到底哪里出了错误